行了,别扭气了,难道爸还不能和你平等交流吗?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工作辞了? 丫头,爸问你,你在食品场这几个月开心吗? 开心吗?当然不开心了,我是为了幻想的爱情留下来了,可是结果呢,爱情根本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静瑜,我和你妈是不会害你的,你的情况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,看着你难受我们也难受,天下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?你说呢? 爸,我已经长大了,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做关于我的决定的时候能和我商量一下。 是啊,这是我们的疏忽,一直还是把你当成那个小孩子,可是人一辈子,即便是老了不也是父母的孩子吗? 其实你喜欢陆山河也好,别人也罢,从爸的角度考虑,其实只有提升个人能力才能吸引别人。 陆山河怎么说呢?以他的成就,他能看得上一个车间的杂工吗? 我个人觉得,一般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,你说呢? 苏静瑜终于心动了,阅历尚浅的他,感觉似乎真的找到了癥结所在。 如果真的如苏海生所言,那么或许自己无法获得陆山河的青睐或许真的和自己的能力有关系。 我知道了,我只是气你们不和我商量。 经过这次,我和你妈也反省过了。 知道这次做的不对,下次我们会注意的,父女之间,母女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呢? 下次我们一定会注意的,别生气了,好不好? 我知道了,我会好好努力的。 这才对嘛,这才是我的好女儿,只要你肯,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阻拦住你的。 得知开会要换新的书记,厂里自然少不了风言风语,成为副厂长的王建成更是仓促地找到了朱姐。 朱厂长,苏海生书记当得好好的,忽然就换了书记,这事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啊。 要不您提前先和新来的书记沟通一下,谈谈对方的口风。 已经有人和我汇报过了,新来的人叫谭成峰,以前是水泥厂的书记,按理说,他的年纪在水泥厂倒闭后,应该是等着退休的,毕竟当书记也最多两年而已。 但是我听说他和王春生私交不错,说不定这次还真的是冲着我们来的。 那怎么办?要真是这样的话,恐怕厂里会有麻烦啊?这好不容易走上正轨了。 行了,也不必过于匆忙,大家多注意一些就是了,不要犯错误,他是书记,生产方面还是我们说了算,只要我们自身不出问题,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 我个人觉得还是先沟通一下的好,万一是个好领导呢? 沟通是肯定的,但是最坏的结果我们还是要考虑的,好了,下午开会的时候,先看看大家的反应吧。 等到下午三点,朱姐已经让工人到场开会,但是苏海生和秦成峰竟然没有回来,这让王建成十分不满。 朱厂长,这也太不把咱当回事了,开会是他们要求的,这都三点了,他们却不见了人影。 要说不生气是假的,但是朱姐还是直接通知王建成召集大家开会。 韩书记、苏书记,你们回来了。 朱厂长,这是什么意思?会议不是由我们来举行吗?怎么?我们人还没回来,你这开的是什么会?难道是提前联合工人要说我们的坏话不成? 工人们看到秦成峰如此大的架子,有人直接开骂,秦成峰明显喝多了,对于这些细节完全没有。 没有在意,反而开始继续刁难朱姐。 朱厂长,我问你话呢,难道食品厂就是这么管理的吗?领导没回来,我就问你开的是什么会? 韩书记,依照您的安排,下午车间已经停产了,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快四点了。 万一您要是有刷耽误了,您的意思我也要转达给工人们才行。而且明天要是再停工一天的话,江州市的李老板货物供应不上,责任又归谁来承担呢? 谁来承担?朱厂长,你是不是不明白国营工厂是什么意思?咱们是生产方,生产出来,他爱卖不卖,他不卖有的是人卖,灌他那毛病。 韩书记,食品厂和以前的工厂并不一样,我们和李老板是有合同的,如果不能按时交货是要赔偿的。 我不想听你的借口,我只想告诉你,食品厂的风气,谁说了算,一个厂必须要异建,统一才能有所作为,难道你要和我反正来不成? 听你的,听个毛,要不是泥水泥厂能倒闭吗? 就是,整天就知道吃喝,会是你开的,你自己人不见了,还有脸说猪厂长,你算哪根葱都注意点, 怎么对待新书记的? 苏海生看到工人们反应如此大,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里。 秦成风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,向来都是他教训别人,此时听到工人们竟然接他的牢底,顿时恼羞成怒。 刚才是谁说的,有本事,给我站出来。 我说的,怎么了,你欠我哥的工资还没给呢,安置费也没给,你算你娘了个屁,你装什么大头算,要不是你胡搞乱搞,水泥厂多么好的企业能倒闭吗? 朱厂长,这种工人是怎么混进食品厂的?我现在就命令你立刻马上把他给我开除。 朱姐也看出秦成风这是故意刁难自己,而且工人们对秦成风也十分不满,最主要的他看到了众人的期待。 想想自己和陆山河一路走来,不就是因为得人心,大家伙支持才走到了今天吗? 如果自己今天含了大家的心,明天自己真的和秦成风有什么冲突的话,大家又怎么会帮自己? 韩书记,长椅的风气和纪律,您指出来无可厚非,但是王涛说的事情并不属于工作范畴,甚至不属于我们食品厂的事情,为了这种事我不可能开除一个上进的工人。 朱杰的话,顿时让工人们的气势暴涨了一大截儿,再看朱杰更加清静了。 你不过就是个书记,我们又没犯错,你凭什么开除我们? 就是,我们食品厂不欢迎你,马上滚。 我们可不想厂子倒闭,你还是回去管你的水泥厂吧。 秦成风气坏了,自己来食品厂第一天,竟然连个工人的岗位都没法掌握。 朱杰,你这是要对抗组织吗? 盘书记,我说的只是事实而已,你不回来我也应该替你通知大家人事变动,免得您来了大家不认识你,毕竟您可是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。 作为领导不能以身作则,我真的很怀疑你的个人能力,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,但是我也会向县里提出我的个人看法。 毕竟我们食品厂真的不需要一个不了解情况,就胡乱指挥的人,不但是我,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支持。 朱厂长说的没错,我们不需要不懂的人来指挥。 自己都不遵守纪律,还管别人,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 马上滚,我们不需要你。 真是反了天了,反了天了啊,一个个小王八高子们,给我记住了,你们都走了,我也走不了,你们给我等着。 等你娘,滚。 别读人了,回家找你老婆去吧。 苏海生一直在一旁看着心中不由感慨,陆山河这是培养出了怎样的一批怪物。 这可是书记啊,厂里的一把手,竟然被大伙挤兑成这样,亏得自己没有和朱节爆发冲突,不然眼前这一幕可能就要上演到自己的身上了。 秦成风哪怕喝多了,也明白自己惹了重怒,知道现在吵起来说不定还要挨揍,于是怒气冲冲地直接往办公楼去了。 朱厂长,咱是不是过了,过吗?难道谭成风不过分吗? 将心比心吧,这阵子车间的纪律一定要抓好,千万别给了谭成风口识。 朱节简单总结一下,交代了一番,于是宣布散会。 气死我了,气死我了,这个朱节简直无法无天。 谭书记,食品厂的情况和其他厂不同,您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些才行。 我秦成风在江城县混了一辈子了,还治不了他。 不过多谢苏书记的提醒了。